美国的杰利安来到台湾 却发现海边美景被垃圾破坏 我们会看到沙滩上其实会有浮球 然后有时候渔民他就直接在这边搭一个棚子 他们场上卖苗的时候 所有东西就会遗留在沙滩 他们不会带走 这群年轻人因为喜欢冲旺 每个月都发起进探活动 却发现垃圾怎么清都清不完 冲旺的人每天都是跟大自然在一起 然后也是需要有干净的海 我们才可以做我们爱做的事情 他们的信念很简单 垃圾不属于海洋 去海边玩可以帮忙多带一点垃圾走 还给大海原来的干净面貌 大海新闻黄彩旗万家红报道